其实当然在一年一度很特别的耶诞节 还是会帮小朋友准备个小礼物啦 但是总是不喜欢让小孩子觉得 好像就是永远就是有礼物有礼物 所以当每次有朋友送东西的时候 我会先把它收在柜子里 然后适当的时机的时候再拿出来 就是这样就不用一直花钱嘛 也是比较精打细算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一方面我其实觉得 现在小孩子都很幸福啦 那这一次就是来参与这个 欧德跟家福联合的一个耶诞送爱信的活动 我觉得其实自己生回妈妈之后 真的会特别的有感触 尤其常常在新闻上看到很多一些 过得比较不好的一些弱势团体或孩子们 真的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资源分享给他们 我想这个社会会更有爱 然后我刚刚讲说其实就是一定要 乖的小孩子耶诞老公公才会注意到他 所以你这几天就是要特别的乖巧 你这么胡闹的话 其实耶诞老公公是不会来我们家的 然后我会趁机有一些可以教育他的时候 然后当他真的表现得很不错 就会把这份礼物就是送到他的手上